今天的唐人街系列节目 要为您介绍一位美国加州的华人律师 他从业二十多年处理了上万宗刑事案件 很多看似没有希望的案子 在他的手里面就能反败为胜 那么他是怎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呢 来 我们把目光聚焦美国 当时他家属找上我们的时候 纯粹是一个交通违规的案件 我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如果是警察停在那边 以后他在撞到位置里面的话 这个车子不对 画面上的这位先生叫做邓宏 今年52岁 他刚才介绍的是 发生在2016年1月的一起案件 当时加州大学圣迪亚哥分校的 中国留学生被指控 在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撞上了警车 罪名一旦成立的话 他将要承担1500美元的罚款 从各方面的证词显示 证明中国留学生 受到处罚的可能性很高 为了搜集资料 邓律师回到了案发现场 仔细研究了道路的交通标志等等 发现案件存在很多疑点 我们一掉这个带的时候的话 他突然间将案子 交通违规的案子撤销掉了 录像带显示出来 是警察没有停下来 还在打手机 警察被开除了 为什么 伪造警察报告 因为经常维护华人权益 当地的大部分和华人有关的重大案件 都是由邓律师来带 2014年7月份 中国留学生 季欣然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 遭到了五人抢劫 头部遭到棒球棒的重击 随后被发现死在了租住的公寓内 这个案件在华人群体当中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拖延了两年的时间之后 案件终于开庭审理 但中间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因为学校并未妥善处理这个案件 邓律师他们帮助季欣然的父母向学校施压 争取赔偿 并且要求学校针对留学生加大安保措施 邓宏出生于广东合园市 1984年考入深圳大学攻读英语系 父亲因病去世之后 他开始勤工俭学 因为成绩优异 1987年来到了加州州立大学新闻系 开始了留学生涯 毕业之后 他在美国做记者 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新闻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到了刑事见识专家李昌玉 在李昌玉的鼓励之下 邓宏开始一边工作 一边攻读惠提尔法学院 三年半以后 拿下了法学博士学位 考过了加州的律师执照 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我们用这本书来教导 所有的新移民在美国里面 必须住行 该注意哪些事情 这些案例里边 里边有一百个案例 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件 他刚才介绍的就是他创作的书籍 《美国生活前车之鉴》 类似这样的书 邓丽顺的一共写了五六本 被当地人称作是平安锦囊 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这些书被免费派送给新移民和留学生 不仅如此 邓律师还常年在当地华文媒体上 开办《邓宏说法》栏目 传播法律知识 他这样常年的义务行为 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度赞扬 在2012年的话 我得了白宫的社区服务奖 这也是在美国里面的话 是最高的一个义工奖了 从2011年开始 邓律师就被美国洛杉矶时报 评为全美顶尖律师 并开了专版介绍他的故事 近日 邓律师又组建律师团 为南加大校医性侵案中 受害的中国留学生争取权益 邓宏说 作为华人律师 在保护华人利益方面 他将永远责无旁贷 系统师给中国留学生争取权益